大家好,我是薇薇,欢迎来到冰芬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冰芬娱乐现在开秀! 一类周深终于大火,在歌手的舞台上他以一首二次元歌曲打了崩吧,分尸四角的战略演绎一个人,玩出了一台华美音乐剧,以无数的粉丝发弹幕惊叹,太惊艳了,把音乐玩到了极致,快来看神仙,鸡皮疙瘩起一身,无限循环听不共,周深以无懈可及的表现,完美诠释了高晓松对他的评价,一个人的场诗般,最新一期的王牌对王牌中, 他以唯妙唯笑的模仿经验四作,那一度令他备受非议,男不男女不女的声线,如今成了他坠不可挡的武器,令他最终突破成为脱颖而出,很多人说周深无疑是幸运的,他有如此空灵剔透的嗓音,天生就是唱歌的料, 但将时间唯独拉长,我们会发现他能火,靠的绝不是天赋,勇敢选择不取悦或出独一无二的自己,才是周深最终蜕变,为这光芒四射,无所汇聚的屠龙少年的根音, 当周深站在中国好声音万人瞩目的舞台中央,以一手欢言经济四作的时候,他一定会想起自己十七岁时,那个勇敢的打开摄像头的夜晚, 内心深处他曾一度和别人一样,认为自己是个异类,毕竟班上男生们的声音都已经变得低沉和粗壮,充满了男性的气息,他却依旧保持着同志脆嫩的嗓音,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, 在王牌对王牌的访谈当中,他笑着表示,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唱歌,因为只要一唱,别人不会觉得有多好听, 反而会觉得怎么这个男生的声音这么女性,甚至连开口说话都会被人瞧笑, 男不男女不女的标签一直与他如影随形,成为周深少年时期最大的阴影,但他心中的音乐梦想从未止些, 十七岁他进入了某直播平台取名卡不乐,只唱歌不露脸, 因为歌声柔美细腻,剔透空灵,被大家倾斜地称为卡布女神, 生日那天,粉丝强烈要求他打开摄像头,让大家一睹女神的真言, 那一刻他犹豫过,是继续当众人心中完美的女神,还是揭破真相,勇敢地袒露自己呢? 最终他选择了后者,一个瘦小气弱,其貌不扬的男生出现在了摄像头前面, 很多粉丝瞬间炸了,他们大呼上当受骗,犀利地攻击周深恶心, 伪娘,人妖,娘炮,甚至还有人大力地煽动其他粉丝一起来抵制这个骗子, 十七岁的周深也许内心没有那么的强大坚定, 但他知道这是直面自己,所以需要付出的代价,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是真的在好好唱歌, 而不是用猎气的眼光在说你是反串。 多年以后,当周深在各大平台大放异彩, 被无数粉丝追捧与喜爱的时候, 他一定会感谢当初那个勇敢打开摄像头的自己, 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向所有人向这个世界宣告, 我不是依赖,是与众不同, 我不取悦别人,只想活出自己, 与众不同不见得是好事, 尤其对周深的父母来说, 和天底下绝大多数的父母一样,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出一更看得清未来的, 更稳的路, 最终他们将他送去了乌克兰学医, 对于周深来说, 这是一段无比艰辛的经历, 不仅要学习当地语言, 还要面对艰色的医学术语与理论, 同时因为身形的射小, 声音的特异, 解剖老师一点也不喜欢他, 还特意派他去背比他高的干尸。 周深后来回忆, 有一次被干尸忽然从尸体上掉下来一块蘑菇, 扭头一看才发现干尸没有耳朵了, 惊出了一身冷汗, 并非没有吃苦, 核心问题是, 这并非自己兴趣所向, 是顺应父母取悦大环境, 还是坚定按自己心意而活呢? 年轻的周深又一次陷入到了抉择, 其一从越的例子即使有很多, 2006年还在安徽医科大学读大二的许松, 通过在网站上传原创音乐作品一炮而红, 费翔也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音学系, 再往前还有台湾中华, 因学院毕业的罗大佑, 这些榜样给了周深无穷的力量, 坚持了近一年, 他最终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, 毅然退学, 考入了利沃夫国立学院音乐学院学美生, 代价是直接与父母闹掰, 无法在握的学费和生活费, 只是一边的打工一边的上学, 他去教中文一小时挣30块, 最穷困潦倒的时候连方面面也吃不起, 只能做各式各样花式吃法的土豆, 因为最便宜也最精宝, 假期回国, 他想去酒吧住厂赚钱, 酒吧老板直接回绝, 你长得就不像是会唱歌的, 周深没有动摇, 他明白这是不取悦别人, 坚定活出自己, 所以必须承受后果, 但所有的经历都有其价值, 回乌克兰之后, 周深看上了学院最好的南高音老师, 执意想做对方的徒弟, 最初那位老师根本敲不上他, 甚至直接凶他, 你的声音不合适, 周深愣是死缠烂打了整整一年, 最终凭借着他的真诚和毅力, 感动了对方成功被收入门下, 这才有了他后来在美生道路上的托飞猛进, 高晓松曾指定周深唱一首名为蓝色降落伞的歌, 歌词给了他很大的触动, 我就像歌词里写的那个青色男孩, 以前只有枕头下的梦想, 说包里的惆怅, 但这些所有的缥缈美好的东西, 就像是一个蓝色降落伞, 他总有一天会掉到地上, 不如就鼓起勇气去面对现实, 对周深而言, 面对现实便是不取悦别人, 只活出自己, 我生出来就是这样的生线, 无论什么样子, 我要接受它, 只要我是自然的, 真诚的就是好东西, 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, 是我致敬世界的方式, 周深出名之后, 粉丝们最惊喜的发现, 这家伙活得非常的真实, 又接地气, 一点没飘也完全没变, 但凡提到美生, 大众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帕尔洛蒂, 是流欢, 必须有逼格, 不会轻易的沾染凡尘, 反观周深跟逼格二字, 简直是八个案子, 打不着, 不仅没有偶像包袱, 还经常跟粉丝互怼, 专制各种矫情, 粉丝提醒他, 为啥只听人说给您嗓子上保险, 这张脸就不值得拥有一个千万保险吗, 他会, 我看你像个保险, 演唱会上, 粉丝在下面大叫, 周深娶我, 他会, 你是快递吗, 我要娶你, 粉丝向他表白, 若水三千我只娶一票, 你就是那一票, 他会, 你才是那一票, 因为疫情原因, 前几期的歌手录制只能是云敬演, 很多歌手都找到了专业的场地和设备去演唱, 只有周深坐在家里, 一面白墙就开唱, 他甚至笑着表示, 我录制完, 马上就可以睡觉了, 连导演洪涛都忍不住的说, 周深你也太真实了吧, 大于海棠的导演评价周深, 他是个没有人设的艺人, 他不需要人设, 周深自己则表示, 我就是个唱歌的, 就是普通人, 并没有什么光环, 这是恰巧非常感谢, 你们喜欢听我唱歌, 几个月前, 他的新歌发布, 歌名过境千凡, 这个歌名更像是他一路走来, 最真实的概括与总结, 你还是那个少年, 没有一丝丝改变, 周深终究活成了那个想要的, 真实无比的自己, 钢铁是紫阳炼城的艺术当中, 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名言,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, 当他回应往事的时候, 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,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,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, 何为不虚度, 何为不碌碌, 在我看来, 便是勇敢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, 电影X战警三中, 有个本来很普通的小孩, 背后突然长出了翅膀, 他最初非常害怕, 觉得自己是个怪胎, 他用布条将翅膀绑起来, 藏在了衣服里, 甚至是一度的想用刀将它们割掉, 当最后当治疗者们, 用药物帮他去除这异能时, 他退开了众人, 迎着父亲, 静默的目光, 展开双翅, 破窗而出, 这一幕燃爆了, 后来他成了天使, 如果他真的折断了翅膀, 那该多平庸, 如果这个世界果真亲人一面, 那该多无趣, 勇敢的翱翔天际, 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, 那才是对世界最好的致敬, 吃瓜不停, 娱乐不断, 感谢大家关注, 缤纷娱乐秀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,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,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, 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。